你 你 你说的什么意思 踏成什么了 那云瑶姑娘在王死城很得人心 这几个月帮着城主处理事务 本来是站带副城主 据说这个月要胜任副城主之位了 柳畔脸一黑 顿时身形消失 往王死城去了 没想到这底下竟是有些意思 唉 只是可惜了 等不来他 你对这些王死之人做了什么 柳畔心头一跳 这王死城短短三个月 城中竟是少了不少人 劝他们回头试案 然后投胎了呗 你还劝他们回头试案 你自己不也是 医者不自医 很奇怪吗 我度人却度不了自己 很不可思议吗 这就是周围几个城池 都吵着要你过去的缘故 想不到你竟是还有此等造化 我还未查到你在这世间的身份 你恐怕暂时还不能离开这里 云瑶嘴角抿了抿 倒不曾说什么 秦欢用着云瑶的双眼 看着他所经历的一切 心中也着实松了口气 半年后 你怎么还穿白色了 我记得你以前爱穿红绿两色 现在怎么穿上黑白色了 怎么会 黑色多契合咱们这里 白色多好看 对了 你给我带阳间用不了的东西做什么 我又不回魂 那 这个是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谁挂在我的屋中 云瑶扔出一幅画来 那是他曾经亲手所画 每一日睡前都会看许久的云眼画像啊 盼盼 你将这东西扔出去 不知道谁画的 这画中人好似会说话一般 那双眼睛看着我 让我晚上都睡不好 你帮我扔掉 拿去烧了也好 云瑶 你在上面的身份 我们依然没查出来 你要不要 什么身份 我不是一直在这里的吗 那双毛子清澈见底 好似一个无辜的智儿一般 柳盼心中矩阵 但面上却半点不鲜 他 他怎么会 等会儿我还要去摘幽明花 等摘完再去望川河洗个澡 喝两碗孟婆姐姐的碳 今儿便是完美的一天 明日便出去游玩一番 把十八层都走个遍 柳盼梅雨间有些不安 他从未见过 人可以在望川河中游泳 也没有见过 有人自带干粮 让孟婆顺便给他做点吃食 也没见过有人能摘幽明之花 清澈却是心跳如雷 他每日看着云瑶 是一点点瞧见他的变化的 他好似在一点点消散原本的记忆 甚至他的喜好都开始变得不同 而且每日都在加重 若是一直如此 清欢不知后面该会出现什么结果